MWC2018真是非常热闹 各家国际大厂百花睁眼 纷纷拿出自家的看家本领 三星S9系列 索尼SJ2系列等等新品 真先恐后的推出 但是在我们看来 以上提到的手机 都是代表了旧时代的产物 真正代表未来的手机 应该是这款概念机 Vivo Apex 在很多厂家都在滑稽的 像iPhoneX流海评学习的时候 自自不倦的推出各种 伪全面评全全全市场的时候 Vivo带着这款真全面屏手机 向我们袭来 当滑开这款手机的屏幕时 让人忍不住惊呼 这就是所谓的未来吧 Vivo在MWC2018发布的Apex 依然属于概念机 Vivo并没有透露出 Apex量产的计划 部分外媒拿到了展示机 并且做了上手体验 这块令人惊讶的屏幕为 5.99英寸OLED材质屏幕 分辨率为2160x1080 屏占比竟然高达98% 额头以及两寸的边框 均为1.8毫米 这个就是能够让这款手机 保持如此高屏占比的关键 在如此窄的边框震头下 下巴的边框显得略宽 为4.3毫米 不过相比于小米MIX2的下巴来说 Apex已经非常窄了 为了做到如此高的屏占比 Apex把前置摄像头 做成了自动伸缩式 当需要使用的时候 再从机身内伸出来 不得不感叹 Vivo工程师震导动还真大 而传感器则集成在了屏幕面板内 听同则通过屏幕的震动来发声 纵观整个机身 我们没有发现指纹识别的踪影 这是因为Vivo用上了看家绝活 Apex采用了屏下指纹识别技术 与之前自家推出的S20 Plus UD的屏下指纹识别不同 Apex在屏幕的周下部 实现了超大区域的指纹识别区 使得指纹解锁能够更加自由和便利 不过受制于屏向指纹识别的物理限制 识别速度依然无法和普通指纹识别相继并论 看完了整个机身 我们感叹 真的很久没有这样一款手机能够让我们惊叹了 尽管在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来看 Vivo的营销方式为人所顾病 但是从Vivo不断探索识向指纹识别 以及真全面屏的这些操作来看 Vivo的骨子里还是藏着科技宅的基因的 这或许是Vivo正在寻求新的转型 能生发大财的表现吧 当初小米用一款并不完美的MIX 掀起了全面屏手机的浪潮 现在Vivo带着区域完美设计的Apex手机 来重新定义手机的未来 Apex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手机市场 依旧存在着无限的可能 手机市场永远年轻 永远让人热泪盈眶